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开心 很期望的一件事 尤其是越来越多的观众在这儿 给我这么多的回应 我知道真的有些人喜欢听我说 不怕我说这么长 今晚说什么呢 今晚说人材关系 说快乐 说如何跟人家相处 尤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我想我是一个快乐的专家 人材关系我不敢说 我是做得特别好 不过希望我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对每一个人都很有用的 很有价值的 不会浪费你的时间 好啊 我们开始以前 好像平时一样 静一静吧 我给自己的心静下来 平时很急 很烦 很猛 很生气的东西 现在离开我们一会儿吧 我们知道自己长期在活在爱中 活在宇宙的支援 和祝福之中 好感恩今次这个缘分 会改变好多人的生命 会有不断以后 透过YouTube 很多人和我们一起在这交流 大家生活得更加好 今晚多谢你 你最早出现 很开心 看到你的照片 和儿子的照片 好好啊 挺难得 认识到你很榮幸 好 今晚跟你讲一件事 就是我们怎么跟别人相处 可以令自己没那么烦 没那么不开心的呢 因为我要很感谢一些人 就是我的案主 案主们 常常上堂的同修同学 他们一个 二个都说 哎呀 我给谁搞这个鸡毛鸭血 我回家又不开心 我见亲家又不开心 我回家又不开心 我回家又不开心 他们个个都很烦 他们个个都很没理由 为什么他们这样对我呢 我见到很多人很病 生理上的身体很病 所有病都是心病 是他们的心病了 心怎么会病呢 就是因为他们长期不开心 不快乐 他们长期觉得很惨 那就不病了 那你听下这几位朋友说 例如有一位说 常哥你好 我家里有那么多人 见身面就吵架 那我怎样呢 那我就逃避不见了 大家见少点了 我想我真的没有这种耐性 跟他们相处 我不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不开心的气氛 另外一位就是说 我的直属上司 一知道我吃纯素之后 常常无缘无故地骂我 骂我都不紧要 但最惨我不想他骂我什么 为什么要骂我呢 近期呢 这位老闆给了些负能量我 诚哥我怎样可以化解呢 我不想他影响我 经常搞到我这么牢气 我怎样才可以释怀 处遍北京呢 我真是不想再接触 这么多负能量的坏人 那些 我亦都有几位朋友 在跟他的爸爸妈妈 或者奶奶 是貼错门神的 整天都吵架的 吵得多呢 大家就变成囚人 但是又要困手斗 没有朝间搬开 朝见后晚见面 整天都冷战 那你说何必呢 人一世物一世 开心又一世 激气又一世 那何必激气呢 说就容易了 怎可以不激气呢 那些人这样 现在的人这样 我们生活是一个 精神病院里面 全世界都是精神病 这个环境令我们精神无办法健全 那怎算呢 我见到Happy Happy Hi 欢迎大家在这里留言 我现在开了我的Facebook 只要你在这里写字 我是看到的 你留言 我们一起谈 不要让我说完 看看我们今天交流有什么结果 如果是后来回看的朋友 更加欢迎你在这里留言 好吗 好 好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了 我自己这样看 就是 其实 说到尾 你开不开心呢 是你自己的选择 那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可以令你不开心 如果我们时时都觉得 哎呀 我现在的处境很惨 很惨 很惨 或者身边的人很麻烦 很麻烦 很麻烦 很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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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才知道 这些是我做人的功课来的 学下一些 学下一些 三四十年 想起来 慢慢 我就摸出这些道理出来 这些东西 我觉得中学应该教的 教了 我不想我们兜这么多弯路 不过 什么东西都是有原因的 我们learning is the hard way 即是 撞到焦头冷了 才开始醒悟 这都不是坏事来的 虽然是很折腾 总之就是 今天想和你分享 八句话 每句话代表一个开误 这八个开误 我相信 你只要执到其他一些 阿比尔你好 艾琳你好 我们生命完全不同了 可以尿雨化香 跟着去渡航 我不想你多谢我 你不用多谢我 你听了之后 你自然会对人家好很多 这个世界就已经很不同了 好 事不宜迟 今天我答应了 我醒你八句话 八个概念 八个信念 一个一个就来了 每句话我都会举一些例 第一句话 很多人都听过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我常常都不记得 就是一只手拍不响的 英文都有一句话 一只手拍不响的 Tango就是跳探歌舞 两个人才跳到这种舞 一个人跳不到 一手拍不响 不好意思写上了响字 是什么意思呢 如果有人跟你撒气 你不会反应他 那便撒不到气 即是伸手出来跟你拍 你缩开的 那便拍不响咯 我们会被人击撒 因为我们容许别人去逼撒我们 击撒我们 这个便是修围咯 讲讲一下 不是等于我上角做到 但我知道的方向在那里 就是如果我被人击撒 是我的问题 他要击我 或者他不是真的想击我 通常都不是 是我觉得他击我 我觉得他做错 我对了 所以我很激气 这个是我的问题 不是他的问题 待会我再谈 为什么他会这样 别人怎样都好 就是我们要反应才会激气 你不知我说什么 可不我说个故事给你听 我是在餐厅里面 就是坐了很多客人 在吃东西 吃客在那里 突然间很可怕的事发生了 还有什么呢 还有什么呢 有一只蟑螂 飞过来 就停了在一位女士的衣服那里 你说是不是很惊吓呢 是不是很惊吓呢 你都猜到 那一位女士 尖叫在那里 因为他这样尖叫 整个餐厅人看着他 那些人看到他 为什么这么害怕呢 为什么蟑螂在那里飞一飞一飞 蟑螂还在那里起飞 在那里飞一飞 他就叫他 大家都很惊 缩着头掩着面那只 于是这只蟑螂 又降落在另外一位小姐那里 那位小姐又吓到花蓉失色 又在那尖叫 还哭了 他又过了一阵 到大家咬完 他又飞到第三个女士那里 他说继续是这样 没完没了 真是 场面非常滑稽洪动 凄惨 这个时候 就有一位适应生 他看到了什么事 他非常冷静 非常冷静 他走过来 他走过来 那只蟑螂那里 他走过来那只蟑螂那里 那呢 说到没那么奇怪 那只蟑螂呢 就飞了下去 这个时影的制服那里 衣服那里 那个时影呢 看清楚发生什么事 他很冷静地 用一手捉住一蟑螂 就走出去 餐厅外面放了它 这件事就完了 那些人就剩下了 继续吃东西了 虽然大家都惊恐一轮 这件事完了 这故事教训我们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那这一位 这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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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应生呢 就做了一个完美示范 全世界都在那里 回应 response 全世界都在那里反应 react 他在那里回应 response 反应和回应是不同的 反应呢 reacting 就是很本能的 有什么东西 很冲动的 很直接的 回应呢 就是冷静下来 了解清楚发生什么事 然后呢 尽量不带情绪地去做合适的事 去做合适的事 去做合适的事 面对当前的处境 我这时都反应的 人家也经常说 当你很生气的时候 一定要做三次深呼吸 如果你去生气 一就出口 一定伤人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 你要冷静一下 深呼吸之类 这个就是回应 让自己回到内心 那个平静的境界 这个讲日也 平时我们通常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抽离 人家击倒我们 我们觉得人家迫害我们 我们很难接受人家做的事 我们经常是反应的 我们不懂得回应 问题就在那里 你不需要伸手出去拍响它 所以有问题是自己的问题 不是人家的问题 好了,现在讲人家了 第二样呢 我学到非常之宝贵 这些都是惨痛教训得回来的 付出了很多代价 交了很多学费才学回来的 我就知道 世上有一样东西 叫做 什么叫夜言天使呢 就是夜言就是用 怎么说 用负面的方法 令我们开悔的 有人骂我 其实他对我好的 他为我好的 我就知道他是为我好的 所以是天派他来 弄到我鸡毛鸭血 我现在知道 每一个人来到我生命之中 都有一个理由是宇宙安排的 我们需要他来做那些事 令到我们开悟的 他正在做一些事 做戏这样做 跟着剧本写好的情节 是为了承传我 如果你不明白我说什么 你想想耶稣如何死就知道 我很小时候 读中二十中三的时候 就已经在想 耶稣十二个门徒 有一个出卖他 那个叫Judas 这个犹太 这个犹太究竟是在天堂还是地狱呢 我想你问牧师神父 他们都会说 他当然在地狱 他出卖了耶稣 但我又想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没有了他 耶稣不可以上十字架 上不了十字架 他就完成不了他自己的使命 对不对 就是说 他用一些令耶稣很痛苦的方法去帮了耶稣 所以我想通这一件事 哪一个激到我很惨呢 哪一个搞到我鸡毛鸭血呢 摸一份工 打到我好伤呢 打到我好伤呢 累到我这样那样 都是我生命里面要学的功课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要多谢所有的仇人 多谢所有令我们很痛苦的人 我们可以说他做错做错 他很坏 他没理由敢对我 但是他们每一个都在那承传我的 等我可以升班的 那譬如 你有个男朋友 我见到不止一次 真是我的案主 一路跟他热恋 谈婚论嫁 教堂订好了 他结婚了 酒席订好了 婚纱相拍完 就在临结婚的时候 就告诉他 其实他不想结婚 他不想结婚有很多原因 可能女生未必会明白 男人很怕结婚的 还有 或者他在心目中 最后一分钟发现 跟你都过不了这一世 没办法相处 他不想结婚 以前是意乱情迷 以前是在拖拖拉拉 但终于要他拉上天窗 英文是tie the knot 打那个lead的时候 他就害怕了 他就后悔了 然后很可能四个月之后 你就发现 原来他是有另外的对象 或者很快他们结婚 你就是痛苦到不想做人 你觉得被人抛弃 你觉得他很对你不住 你又骂自己 怪自己 懂错人 不戴眼色人 之类之类之类 但是 很多时候我做生命教练 我又尝试带他 去另一个角度看 又可以不是这样看 如果是我 我会很庆幸 幸好不结婚 结婚后三年五年 痛苦一世 痛苦几十年 他及时发现不适合 要多谢他 这样呢 或者是说不定 我不是想blame the victim 你自己这么惨 我又说些令你更痛苦的东西 我不会说 但是我心会知道 其实根本他不适合你 其实或者是 你在临结婚那几段 露出了真正的面目 你根本不适合做任何人的太太 你未准备好做太太 但是 哪个娶了你 都是有灾难 之类 或者是你做错了 说错了 你不知道的 你都怪他 我不是说和男生说好话 我不是说负心的人 就是没有错 错不错是你怎么看的 你可以 我想十个女生遇到这样的情况 可能有九个很痛苦 但是经过长歌去 我不敢说指点和开解去支援 他越快越好 看得到 其实这几个好事 英文有一句话 我很喜欢 就是There is no wrong way to God 每条条大路都通向上帝 有些人要走很多冤枉路 才开吾 有些人不知为什么 很顺利又可以开吾 你信有些宗教 他解释的是前世即来的业 有果必有恩 以前的恩是什么 上一世你欠了他 现在他还债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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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说的就是 看你怎样看 你可以选择不痛苦 你总是觉得这件事很痛苦 通常都是你自己的自信心不够 你的自我形象不够高 你觉得不值得人爱 终于有个人表示爱你 但结果他都离开了你 那你的自信心跌到谷底 是这样而已 相反 如果你能够想 根本他备不起我 不和他结婚 是一生最好的决定 不是他飞掉我 而是我令到他不要我 这样的时候 两无规险 你这样想 轻幸自己 没有令自己一世痛苦 那就可以了 说得容易我也是说 我在这儿轻描淡写 我在这儿好像 好像说风凉话 不是一样 生命是你自己决定开不开心 你决定用什么角度去看 发生在眼前的事 刚才我说 不同的女生遇到这样的未婚夫 可以有很多种看法 有些是令你不痛苦 所以你选择一些令你痛苦的角度 去选择是你的问题 不要怪他 他是跟着剧本来令你创伤 如果你有看我心医的理论 长阁出的书 你会知道 没有人是可以伤害我们的 只要我们自己可以容许自己被伤害 今天就无时间慢慢跟你解释 你看通这件事 你就不用痛苦了 第三就是修行的功课 修行的功课是不可以逃避的 我们要做这些功课 怎么说呢 很多人在我身边 有些是师傅级的人 都令我看到十字街头 好参禅 什么意思呢 其实没有痛苦就没有开吴 很多人都说 这些痛苦的事我离开它了 我不做这些事了 我不理它了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我躺平了 我去自己修行了 以为自己躲上深山 以为自己日日在念这样念那样 祈祷念那样之类 其实他不知道这是逃避来的 我身边的朋友 我身边一位又一位的朋友 顶不顶家的关系 顶不顶和他二性朋友的关系 顶不顶生命的压力去出家 一看就知道他是逃避 结果真是没有好结果 没有谁是成功 在离开这个世界 但躲起来修行 一天在念 就是搞定了他的生命 反而更加大的考验 就是落回去凡间 但做人老公 做人老婆 做人的女儿 面对这些人际关系的矛盾 这些才是令我们成长 可能你是做单亲妈妈 可能是你经常要照顾奶奶 可能是你银食很辛苦 和你的同事整天都鸡毛鸭血 这些人际关系的矛盾 是令我们成长的 就是因为身边这个那个 那么难顶 你的EQ 情绪相熟才会提升 你才会更加懂得忍耐 你才会更加懂得体谅 你才会更加懂得欣赏别人 和别人沟通 就是这样 这些才是修行的功课 你以为离开这些东西 没有烦恼了 就是我亲眼见到的 我自己经历过的 都不是 好 这是第三 现在是说第四 第四就是 我现在知道 有缘来到我面前的 要不求爱 要不求助 或者求救 那下次我一见到有人不妥我 有人骂我 有人迫害我 我便会这样想 我便会这样想 哎呀 搞了这么多十年 我才学到后知后觉 所以不如我现在就和你分享 我真的不出这个道理 就是 但是 为何那些人不来烦我 对我这样 我现在知道 我现在知道 他们来到我面前 这样表现 是不断地发出两种信息 可能是A可能是B 可能两种都是 要不求爱 想我给些爱 要不求救 想我去支援他 就是这样 可能都是一样东西 他们觉得收不到爱 我给爱他 就是他觉得他最需要这些东西 生命里面欠缺了这些东西 这样 有人在你面前不断地吃烟令到你很烦 其实他是向你求救 整天骂你 是因为他收不到爱 只要你送一些爱给他 他对你完全好 我前几块都讲过 一个又一个 这些故事 如果大家在YouTube 看我讲的故事 就会明白了 就会想通了 好 第五样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 我现在明白到 快乐 是一种选择来的 我写了一本书 是讲叫做快乐一世 我搜集了很多人 对于快乐的意见和智慧 那些高人一致认为 究竟你有多快乐呢 怎样决定的呢 就是你决定自己要有多快乐 于是你就有多快乐 那样说呢 你觉得我在这儿怎样说呢 说风凉话咯 你说我经常都很痛苦 我现在很惨 你还说我自己快乐不快乐 我去选择 不是的 如果你有来上过长歌的堂 或者看过我写的书 或者听过我在YouTube里面讲话 时钟我提到 有一个概念 我在修行了很多年 才终于在大约二十年前 听到 帮助我很多 我很感恩 就是四个字 四个字 你可以痛而不苦 是什么意思呢 痛是生命里面 无可避免的东西 生来死别是痛的 个个都要死的 我们的猫会死 我们的亲人会 即是八年归老 还有乘住败空 我们做几伟大的事 几成功都好 都会有一天会倒的 都会结束的 或者天下无不散之言直 你几享受的东西 几成功的东西 都终于有一天 是信难归于平淡 都会没得玩 那你便很痛苦 是吗 是吗 你可以很痛 但是你可以不苦的 有些人 步入高龄的时候 开始 脚又不听话了 牙又掉下了 眼又蒙 耳又浓 觉得自己很惨 但是他没有看到 就是我最近看到人家说 关于高龄生活的东西 他就说 当你生理上的限制越来越多的时候 刚才我讲的一只 其实现在是时候 你去追寻内心的世界满足 你活了几十年 你得到很多智慧 你有很多美丽的回忆 你有很多经验 你有很多人脈等等 你建立了很多 可以值得你自豪的东西 有很多精彩的回忆 有很多精彩的回忆 这些是赚了的 你去看那些 专心去修行 去开拓内在的世界 那你便不会经常想着 自己现在越来越几惨 越来越看不到东西 越来越走不动 那些 是吗 我经常都喜欢用这个比喻 我的猫死了 我不会开心的 我不舍得它 但是 开心快乐 我知道是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 都开心的 我会痛的 我去看牙医的时候 我都很怕很痛的 我去见到社会发生那么多事 这几年 我痛到不懂形容 痛就还痛 苦是另外一件事 可以痛而不苦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这些痛是对我很有益的 痛完就得到很大的价值 交了学费 应该学到东西 我每一次的痛苦都是我的筹码 将来做大事 将来很有用的 那我就不会觉得苦了 苦是对于处境的一些内心的回应 觉得自己很惨 觉得自己受害 觉得自己受害 我不会 因为我知道 你有多惨 完全是因为容许自己有多惨 我们没有需要觉得很惨 很多东西不如意 为何会痛呢 就是因为生命里面很多东西 令我们很大的打击 但如果我们看这些打击 是承传我们的 令我们升班的 不可以逃避的 你逃避了 但是你要继续想办 继续会来 这样 所以我没那么苦 又是常常会说 不等于我经常做到 还有就是 幸福是不需要去找的 因为我们已经生存在幸福之中 而我自己不记住这件事 本来我们就是幸福的 你看那半杯水的道理 现在我跟你有个手机 或者有电脑可以用 现在随时按个键 就可以有热水洗凉 又开了灯 有先降机不用走三十多楼 或者有份工 或者有家人 或者有朋友 有条舌可以享受到食物多美味 这些就是幸福要感恩 我们已经生活幸福之中 痛苦就是你慢地去看你无的东西 还有就是 很多人就是 猛地说终生皆苦 很多人就被这四个字误道了 不要说那些有些宗教 猛地去圈掩 哎呀这个世界很惨 所以你们又要跟我怎样做 有时我觉得这些是销售的手段来的 这么惨了 你就要做我要你做的事 这么苦 其实我想了这么久我就知道 原来这个或者是事实 当然是或者是事实 现在这么多人生癌 现在这么多人猝死 这么多人精神病 刚刚收到消息 原来去年每一天有三个人 成功自杀死了 够惨没有 香港又再一次一次自杀比例高峰 每天都有人想死 每天都有人想死 要死 成功地死了 这个便是众生皆苦 但我们无需要那么苦 只要我跟你努力去做一些事 去帮到人 令到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 那我们不需要看这个世界有几苦 这个世界明天就没那么苦 只要我跟你 混用我们的精神力量 我们所谓mind power 心灵的力量 改变这个世界 完全可以改变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众生皆苦 这个是表面的现象 这个是完全不合理 不应该是这样 而只要你跟我每一天做一些事 令到世界没那么苦 没那么多痛 我们享受这个过程 就很幸福 很多人可以感恩 好 如果我们像我刚才那样想 什么痛苦 什么人类关系的问题 都可以不再是问题 好 讲第六样 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人 是啊 是啊 我们不可能去改变任何人 没有需要去改变任何人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 需要我去改变的 那个人就是 你都知道答案了 自己咯 但是很奇怪 你改变了之后 其他的事跟着会变的了 其他人跟着会变的 其他人跟着会变 改变你 你做了就行了 世界怎么变 它自己就会发生了 这样咯 如果 你了解我家里 在三十几四十年之前 我突然间傻子上来 就说以后我不吃肉了 吃素了 其实我没有说 我开始自己做 家里人就知道了 我从来未说过 这三十几年 我从来未在子女太太面前 说过一句话 为何吃素 吃素有什么不妥 吃素有什么好 吃生有什么好 一句都没有说过 但是他们自动自觉 就吃素了 我吃素之后两年左右 太太就吃全素了 后来过了几年 我女儿十四岁生日那天 就说我以后都吃素了 我没有提点她的 她就是这样 与此同时 我妹妹也吃素了 我身边还有很多人 很多客档那些 一个一个吃素 都不是我圈他们的 我什么都没有说到 你自己做就行了 他们会看到或者感染到 好 所以在我的心医课程里面 在书里我经常说 哪些人最多病的呢 其中一类 我列出四类 第一类最常见的就是 你越想改变别人 你就越病 就是了 好了 第七了 第七就是我学到 什么叫做能量传染 能量是会传染的 即是怎样呢 如果这家人 整天都令你很痛苦 很麻烦 很激气 最好的办法 现在我知道 就是你保持开心兴奋 轻松 猶言自在 自然 就迟早感染他们 没有可能是失败 原来呢 后来我明白到 邪不能胜正的 中医经常说 正气存内 邪不可干 我 从来都不怕人家 负能量干扰我 因为我知道 我用了好多的办法 去保持正气 是这样的 就没问题了 我看过好多的例子 我听过好多的故事 譬如有位太太 就是和老公 整天都喊大交 有一天喊完交 她这张房 突然间不知何解 不知何解 她突然间想起 谁教过我用光疗 什么叫光疗呢 她坐在那儿 闭闻眼 她自己进了房 锁了门 她想像老公在隔离房 她送一支光去罩住老公 她要保持平静的内心状态 她慢慢呼吸 她不断地送一些金色的光 罩住隔离房的老公 说你都不信 过了一阵子 老公来敲门 疼她说对不住 说对不住 有一件事 一世我都记得 很多人修行很有成就 其中一位 真是不得了 他们那一派 什么都不做 只是做正心 他们的正心方法 就是坐在那儿 他们进入一个状态 想一些事情 就是这样 好 话说我的团体 她是长判人 我也是长判人 我们两个团体合作 在中环有一次 做了 我都不记得那天做什么活动 合办活动 我们从团体合作 然后拿回一些东西 去她中心 她那档在天后站 没有多远 我们在中环上车 乘地铁 哇 我们坐下后 很多人上车 很快就站满人 很逼 还有很奇怪 一些人很吵很吵 那时候没有手机 竟然有人在那儿 好像吵架那样说话 那些小孩走来走去 很逼我 有人很大声开摄像机 之类之类之类 很吵 很混乱 这位修行人 这位女士跟我说 Simon Let's do an experiment 她叫我做一个实验 做什么实验呢 她说 我看着她 她说Peace P-A-C-E Peace 即是 不要动 不要出声 我知道她说什么 我知她什么事 于是我们两个排排坐 就黑了眼睛 对不起 我们没有黑了眼睛 她们那一套不黑了眼 即是蒙起她的眼睛 碎蝶眼 做我们的静心 说你都不信呢 过了不够两个站 第二个站是金钟 再下一个站是湾仔 没去到湾仔 即每一个站是两分钟 未够四分钟 全车都静了 往后几个站 一直到天后 车厢很静 那些人不再动身 动势 那些人不再在那吵 我们的能量是串了整架车 你说呢 我都不很信 但我看到 真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人对我很烦 令到我很惨的时候 我现在懂得一定出这一招 送一些正能量下去 因为我自己将我内心的世界 提升到很高的水平 周围都会无可避免地受我感染影响 那么很多问题自己会解决 最后第八招 第八招就是讲生命的方向 这句话是来自一位精神病学家 他说 when you have a why you can bear any how 你知道为何要做呢 有甚麽事发生呢 你都会勇往直前阻倒的 我认为心知愈何上路 万水千山等闲 你可以惊激满途 但其实呢 其实呢 你是可以顶得顺的 非常之好的 就是这样 我想介绍一下 很简单介绍一下 讲这句话 那位高人 他叫Victor Frankl 他是犹太人 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在波兰那边 被犹太人捉到集中营 就等死了 因为一百个进去 差不多一百个死了 是迟早的问题 进去很痛苦 环境我难以想像 他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死 看着死 一堆一堆死 他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竟然就跟自己讲 横死碰死 不如我做一些专业的事 就是我统计一下 哪些人会先死的呢 哪些人是捱得到 撑得到 暂时可以不用死的呢 结果他很快就发现 走了那些犹太人 和留下的犹太人 很大的分别 就是哪些人留下呢 就是他生命里面 知道自己还有任务 有些事未做完 他想留下在那裏 做完才走 长话怎么说 就是这些人 他觉得世界是需要他 他要做完才 跟今晚我讲的主题是什么关係呢 如果我藏烈杀气 还生气哪个人 觉得自己很惨 只有一个原因 讲到尾 就是我的生命 不是很多生存的意义 如果我知道我为什么不死 我知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需要我 我肯定有周少祥在那裏 明天世界明天会更好 那我就不用死 我要做什么事呢 我都有动力去做 我更加不会浪费时间精神 去生气这个生气那个 去戒怀哪件事 如果我们去戒怀哪件事 我令我这么激气 我令他不信 是因为我们生命 还未提升到 那个有意义的维度 这位Victor Frankel 我提到的 他是开了一个心理学的学派 叫做Logotherapy 医义治疗学 用医义去做治疗 这个就是 所以长哥就用医义来和你治疗 你的心病 心病就是和别人过不去 和别人过不去 就是和自己过不去 释放别人解开心结 其实就是释放自己 所以我认识 所以我认识 不会再和自己过不去 因为我生命 有更加多的意义要做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 我自己八个绝招 第一就是一只手盘不响的 It takes two to tangles 第二就是每一个人 来到我生命里面 令到我痛苦的 都是亦圆天使 都是亦圆天使 第三就是修行的功课 是没得逃避的 第四就是所有人对我 不饿我令我痛苦的 都是有缘来到 他们要是求爱 要是求助求救的 第五就是快乐是一种选择 第六就是我们不可能 去改变任何人 又不需要这样做的 第七就是能量可以传染 邪不能胜正 第八就是我们知道为何要去做 什么事都做得到 这么多 好了 很相信 如果刚才你有在听 一定有一些东西对你有价值 我们不要浪费这六十分钟的生命 多谢你的缘分 我们一起给这八招 都沉淀 在我们生命里面 这种子 让它慢慢蒙芽 长大 开花 结果 我们感谢每一个生命里面 来到我们这里 令我鸡毛鸭血的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逆行菩萨 他们都是我们的逆行菩萨 让我们可以不用走冤枉 令自己 令其他人 不用搞到这么痛苦 最后 我感谢自己 和今天 一起有缘来到这里修行的每一位 我们生命里面有这个考察点 交流了很多能量 就是因为我们要接受上天的祝福 收那么多祝福 是因为我们要祝福这个世界 多谢大家 那天呢 那天我们再聊一聊 那天我们再聊一聊 拜拜